Simon is here 我就是你们最糟的西装博主Simon 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测评过了安东里尼的秋冬羊绒款 可能大家没有看过影 而且还不是我的马 再加上天气也开始慢慢的变热了 所以说这次我就借来了两件我的马的一个穿下款 给大家看一看 顺便也可以套一套 给大家看一看上身效果 关于安东里尼的品牌介绍 我在之前的评测视频当中就有所提及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看第一件 由于这次评测的是春夏款 所以说都会比较薄 都是半称的 在后面的一个缝盒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工艺 这里加了一个黑色的盐条 这个盐条的作用我问了一下隔壁的裁缝 由于说它是春夏款 所以说它的面料结构是比较松散的 在缝制的时候会容易变形和移动 而这个盐条就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方便对作 你学飞了吗 大家看看 我又在和大家说这种一般没人说的东西 这不值得大家走一波点赞和关注吗 它这款是没有上袖子的扣子的 虽然说没有上扣子容易感袖长 但是就算是像我这样和自己和解的人 也会在意开扣研的效果 像这么漂亮的一件衣服 我肯定不能接受机器扣研 你想找个老师傅 开一个达到原厂水平的扣研 不容易 很多能做的也不愿意做 愿意做的也不会便宜 这期视频我就想集中在它们的面料上 不得不说它们的面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正面来说 它们面料应该是同等级当中比较垫底的了 但是它的实际表现效果却非常的好高级 而且好看 就拿这件来说 由于它是春夏肯 所以说它是一个蚁麻眉竹 加上羊毛和真色的混方 它是一个绿蓝银的格子 这个银色在整个格子的面料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这个银色非常的有真色的感觉 看着就像真色一般的光泽 大家要知道麻是没有什么亮度的 真色的滋感把整件衣服给提亮了 看着就非常的高级 第二这个银色起到了过度的作用 它位于蓝和绿之间 为色界提供了非常柔和的过度 使得整件衣服看着飞浅的自然不深定 最后呢 就是它银色的丝线会和绿色蓝色进行混仿 视觉效果来说呢 银色会位于绿色和蓝色之上 使得整个面料既有层次感又有一体感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件了 细节什么呢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纯手工 格子对的非常的齐 都是老山常谈了 所以说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它的面料 这款呢 也是一个春夏款 所以说呢 它也是偏薄的 是羊毛和麻的混合 但是这件衣服的整个质感呢 是偏像麻的 这件衣服的格纹啊 非常的经典 它就是威尔士青王格 这个格纹呢 就是犬牙纹和千鸟格的爹 它呢 是由四块纹一组的格纹组成的 而这件衣服的它的格纹呢 也是非常的传统 非常标准的青王格 右边两块呢 是偏方的 而左边呢 偏长 像这样经典的格纹啊 经过时间的考验 历久眉心 它好不好看 经过经典呢 也不用过来多说了 但是这件呢 在经典的同时 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相信大家 金房或者说是初房羊毛的千鸟格 大家都见过 但是啊 像这种麻痣感的千鸟格呢 还是比较少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件呢 是有那种麻的抽丝感 或者说是结结感的 这样呢 就非常的像麻了 而且非常的有趣味性 而且呢 一般来说啊 千鸟格呢 都是灰色的 而这件呢 是一个米白的 会比起灰色更加的夏天 看到这里的观众呢 有福了 我准备和大家聊一聊 安东林的全马推荐 安东林呢 是有两个版型的 这两件呢 都是一个比较秀实的版型 它们呢 也都是drop7的 而它的大小呢 和肯拿里 can的drop7呢 是非常的坚定的 大家都知道 安东林呢 在国内是没有专柜的 而肯拿里呢 在国内专柜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肯拿里的KEI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安东林作为一三家之一 绝对是对得起它的地位的 面料漂亮 版型合身 手工含量也高 但是啊 由于它手工活多 听买了这两件的朋友呢 和我说 它之前的安东林呢 后领穿久了 会脱针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现象 还是它比较美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和一件三连 我们下期见